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就是我們的師傑 他是一個正能量很強的一個人 然後我感覺他就是一個會 默默的可以願意去當一個男人的後盾 所以說他可以給他那個力量跟正面的情緒 會讓他會更有自信 而且他就是感覺是一個很穩 然後不會動的一個靠山 各位好 歡迎收看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青鋒無痕》 《愛情降臨囉》 這劇中的男女主角 到底是什麼原因而認識的又互相有好感呢 今天的戲劇已經出現了一些的端倪了 後續能不能順利的發展下去 我們請到三位來賓好我們聊一聊 首先來歡迎的是我們的本尊 鄭清發師兄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蘇達 主持人好 全球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繼續這一位真的是第一次 在我們大愛會客室當中露臉喔 我們歡迎夏如芝 主持人好 還有全球的觀眾大家好 嗯 我說呢 私底下都說我以前在看如芝的戲的時候 都覺得他就是個仙女來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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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所以呢你看看喔 真的是邀請你也到四景這個角色 有沒有真的可能拿到本子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是製作人啊導演在跟你講 這一個人物的時候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特質 或者是你覺得想要來接演這個人物 而且是真實人物 對 因為其實我剛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非常的 應該說她非常的溫文儒雅 然後又非常有氣質 而且我覺得她有一個讓我還蠻欽佩的地方 就是她很有母性的一個光輝 我覺得啦 對我而講 我覺得這一份好像是我比較沒有的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比較 大家可能表面上看會像你一樣 覺得我是仙女 但是其實我是個爺們 對 所以 對 所以其實就是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是一個反差 但是也是我自己還蠻喜歡 然後我會覺得像這樣的女生 我想要挑戰的原因是因為 跟我可能真的有比較大的差距 當然外型可能搭配上是相似的 但是其實本尊來講的話 其實我要保持到那個個性 或那個樣貌 其實是會有點距離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蠻喜歡的 懂 在這個部分的話請問一下清發師兄 人家說會發生愛情的這種感覺 任何狀況都有可能 到底我們的市井是哪一點讓你自電 被電到的是一個電話傳聲的那種電到 因為在公司聽到它是要找我朋友 就是老闆 結果先跟我聊了 然後一聊就沒完沒了 每一次他都會利用時間 他是當人家的那個傳聲 就是老闆的女朋友是他的同事 所以他會同事請他打個電話來 然後打電話來就是接到我 然後接到我以後 然後我還是要傳過去給我朋友聽 所以就這樣一聊 聊到有一次要去那個登山的時候 就在那一次就真的是電到 就是我們的師姐 他是一個正能量很強的一個人 然後我感覺他就是一個會 默默的可以願意去當一個男人的後盾 所以說他可以給他那個力量跟正面的情緒 會讓他會更有自信 而且他就會感覺是一個很 穩然後不會動的一個靠山 雖然感覺起來多半應該是 男人會給女人這種感覺 可是我相信其實很多時候 男人身邊有一個這樣子的支柱 應該算是 這應該也算是一個存在感或安全感吧 某些時候有一個不只是家人 而是一個自己愛的人 或者是很在乎的人 給他的這份安定感 其實會比起任何朋友也好 或者是工作給他的信心 都來得更大 而且更有力量 了解 我覺得如之眼這個角色 他有去體會 也有去融入到市井的個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真的就是第一次見面之後 在類似我們劇當中所看到那種 大家聚在一起的場合 他就是一個很貼心 會讓你安全感的女生嗎 其實在第一次見面以後 然後相處那天以後 我覺得更肯定 這個就是我要娶的老婆 因為家裡第一點 小時候的那個安全感沒有 對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 他有一個很正當的一個職業 都是銀行 這點是我最欠款的 所以我以後要做老闆 我必須要有一個賢內主 來做這個付出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肯定 就是愛情產跑開始了 了解 剛剛呢兩位演員都說 其實在劇中呈現出來 就是那種透過電話熱線 愛情降臨的過程 我們透過一段影片 來讓大家回顧一下 當時候現場的狀況 不要動 然後看師兄到底是怎麼樣 把師姐騙到 我是騙他騙的 師姐騙他騙他 你怎麼這樣說 沒有 我真的是用他的電話聲音 騙到我的 喂 威小城市長 你好 喂 你好 請問吳老闆在嗎 可以請他接一下電話嗎 被師姐聲音吸引的 鄭清發展開了溫馨接送琴 他會順利追求到四井嗎 好厲害 接送我的過程 接送就是 市井跟清發還沒有在一起 應該說還沒有正式在一起 慢慢產生情愫的時候 他們就突然接送琴 他真的會洗 所以他只要一停下來就會騎火 但我有點要演 我要把安全帽交給他 他本來騎快樂的上車出發這樣 所以他不斷的重來 因為他要一停下來就行 到時候你們看到那個騎摩托 可能真的只有0.5秒 1秒鐘的鏡頭 但其實我們已經重複騎了 大概有試起來自由了 在大太陽底下 今天的溫度是39度 在清發的秘密之下 終於贏得四井芳心 但事情卻沒有那麼順利 因為媽媽的反對 讓四井想為清發辯解 我覺得女孩子長大都會希望 去追求一段自己很喜歡 或者是很愛的戀情 所以就難免會有一些衝突 然而夏如芝不會台語 讓這場辯解變得不太容易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講什麼時候都會 有一點點卡詞 或者是只要自己覺得好像不對了 自己就會斷掉 真的沒有順利 需要 需要 畢竟是我比較不熟悉的一個語言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拍這樣子 完全是台語的戲 為了拍攝順利 夏如芝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祭詞方式 什麼時候我就想了 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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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了解 對啊 所以剛剛有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什麼的時候 就會用可能一些動作 比方說上揚啊 或者下降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用一些讓自己比較輕鬆 可以記住的方式 不然一直硬背 其實反而會很卡 我們來的溫定高恩 好想了解對方 也有 我想理答你 而戲裡戀情的發展 會比戲外來得順利嗎 我是說 你們算是溫定 電話電的電話 還是在等時間啊 其實在戲裡面這個階段 會看到兩對戀人 一對是戀人未滿狀 一對是戀人 是你的老闆朋友對不對 他們的狀況是因為 本省跟外省 你們也碰到了阻礙 對不對 就請我們的分身蘇達 就您所認識的青發師兄 受到這樣的阻礙的時候 會不會勾起他內心深處的自卑感 其實剛剛聽青發師兄這麼說 我就覺得 在面對四景這麼仙女般的實相 家事背景又好 家事背景又好 氣質又好 然後聲音又甜美 然後幾乎對青發來說 它是一個夢幻般的存在的時候 它的好其實會更增添 青發自己在成長過程當中的自卑的心 那我覺得當時在詮釋的時候 最對我來說 最完美的一個漂亮的一個註解 是因為 事情它的體貼 它的支持 它的安定的存在 對青發來說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的聲勢 因為我們的個性 以及我們青發師兄 其實是比較 對於他人的評價 是相當在意的 只要 你只要一丁點 你只要一丁點覺得說 你那是 你那是 還是說你不會 這些東西 對我 對當時的我 我自己在詮釋上來說 都會很敏感 不可以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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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說我就 我做給你看這樣 所以其實在這麼敏銳的 這種小個性上面 市井的 無盡的那個支持 尤其是他非常 因為市井會茶銀觀色 所以當 他在跟 青發在跟他對談的時候 他可以去包容他 他可以去幫他化解掉 他可能會胡思亂想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 這些小個性的這些 相處的模式 對青發師兄來說 我覺得是當初 最能夠讓他著迷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在人世間 我們身旁所遇到的 每一個雙雙對對 一定大概都會 有一點點的差異 然後一個呢 是感覺是給予溫暖的人 另外一個是好像 依賴性比較強的人 但是我覺得那種感覺 就是要完全的信任 在這邊呢 我們已經透露出來 感覺上就是市井他會在 這個青發心裡面欠缺的那一塊 去填滿他 這個填滿的過程 是不是可以順順利利 青發又得做什麼努力呢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我們的大愛劇場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 大愛會客室 我們下次見